平日一早不少人到代表部 搶著辦韓國觀光籤 因為從六月開始都能免費申請 但才預約制人數太多 排到六月二十九號前全部額滿 有人網路約不到 沙來現場敲時間 因為我還沒有預約成功 我只是來問就是那個 觀光籤的預約時間 今年出就開始一直在看 什麼時候可以出 觀望大半年 終於有機會 已經想好韓國首爾必去 還有人來辦簽證 是公司看卷 當地方款隔離政策 觀光籤不限額 但會需要申請 是因為台灣還沒解禁 等到恢復互惠原則 有機會改回免簽 韓國先對外國客招手 六月一號開始完整接種免隔離 六月八號全面開放 只要PCR或抗原快篩陰性 不管打幾劑都不用隔離 同樣是觀光聖地的日本 調高入境數到兩萬人 一堆人搶問自由行行程 東北亞的日本 韓國那還有一些東南亞 歐洲幾乎都是全面的解封 所以歐洲現在其實有一些自由行的客人 他們都是去歐洲 一個月兩個月 旅行社也透露 如果在國外染疫得在異地隔離 回台前搭機也得出示 陰性證明是不少客人顧慮 儘管響非的心擋不住 但風險還是得謹慎考慮 TVBS新聞顏瑞小黃靜瑩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